花角落在你家 花園手作 新手机组片Unit 9 枝子花的开花技法 日文 ソフトクチナシ 学名 ガディニア・ジャスミノイズ 中文名为枝子花 花语为永恒的爱 一生守候和喜悦 布雕枝子花不算新花财 但在2021年下半年出了新的花色 新手机组片Unit 9 就用新花色来示范 布雕枝子花的开花技法 先来观察开花前的样子 花瓣质地比玫瑰厚实 花瓣数量不多 而且尖细大 是非常适合作为练习开花的花材 花瓣质地也比玫瑰花瓣软一些 斜茧22号铁丝 在金布做十字穿刺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断裂 可以做一字穿刺即可 但枝子花的花心部位尖细大 是很适合作倒勾穿刺的花材 我们来看看倒勾穿刺的效果 铁丝刺进花巾之后一边旋转 穿过之后尽量避免刺伤花瓣 夹住末端做一个问号倒勾 往下拉出铁丝时 小心避免压到花心部位的花瓣 感觉拉到底就放手 包覆花意胶带的一开始非常关键 缠第一圈之后务必拉开拉紧 这么做才不容易松脱 拉开胶带缠的也会比较漂亮 不会肥厚或看起来皱褶多 拉紧之后就能把角度往下扯更大 包覆面积就越大 速度就快 开始从最外层点椒开花 花瓣之间的肌部点椒 花瓣之间的肌部点椒 热纸坚的肌部点椒 蓝色混合 梦的肌部点椒 甚至这个肌部点椒 蓝色彩的肌部点椒 ический肌部点椒 狂部点椒 石子虾 蓝色彩的肌部点椒 枪肌部点椒 是蛮常见的状况 可利用低温胶腔的侧板来烫整 过程务必小心自己的手触碰粗胶口 用指腹轻轻将花瓣压在侧板上 继续点击 胶 花心的部分也可以稍微点胶 让小花瓣再打开一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花完成之后画面直径大概有七到八公分啰 宅你家的下一个作品就有枝子花 记得一定要按赞并订阅频道哦